欢迎收看平心儿论 欢迎各位朋友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 我们的萤幕右下方有一个图示 按下去就可以订阅了 请记得打开小铃铛 就可以在影片上架的第一时间获得通知 喜欢我们这期节目请帮我们按赞 今天要来聊一下这个竞选的广告 对 你要唱两句 我只会这一句 Willy Nielsen 这个很有名的一条歌 名字就是On The Road Again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YouTube去找一下 对 这个竞选广告能不能打动人心 真的是很重要 这个 就是赖萧佩民进党的这个 蔡英文 赖清德跟萧美琴 就是赢得美 赢得美这个组合 在前几天上了一部在路上这个竞选广告 推出之后 应该是三天吧 三天到今天为止大概是三天的时间 已经突破了1000万的观看率 这个真的是很不简单 因为这个是台湾的政治史上第一部 就是竞选广告 突破1000万次的这个点阅率 观看率 这真的是表示 不是只有说在同文城 它是等于是打破了全世界都有在看 包括香港啊 而且最迷的是 这部片子现在居然还在微博上活着 就是有人转发到微博 竟然没有被下架或者禁止 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网友 中国界选 真的吗 也为了要支持那个台独 中国界选 总之就是我觉得这部影片 跟之前的竞选广告很不一样的是 它造成的效应 竟然是这么快又这么大又这么广 你很感动对不对 我很感动 我是真的很感动 我是不会感动 我先讲 我在节目里面讲过很多次 我对这个选举 有兴趣的地方 是在参选的各个阵营 怎么样运作 对 策略 我是对这些有兴趣 那对这个广告呢 同样的 我的观察点 在于就是说这个广告 究竟有没有效 是 究竟做得好不好 嗯 那 这个广告 当然是一个做得很好的广告 是 第一个 它主题很明确 没错 接班 接班 对 交手 对 就是蔡英文先是家事 对 然后他下车的时候就说 还问赖清德说 你行吗 对 你准备好了吗 大意 老头儿子记不清楚 这么 他记得比较清楚 你准备好了吗 就把这个钥匙交给他 车钥匙 对 然后萧美行也回答 就交给我们 交给我们 对 这就是接班 这很清楚的就是说 赖清德 一个这次的竞选主轴 就是要延续蔡英文的路线 以及他的政绩 是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 第一个 主题明确 对 第二个 整个这个 里面的这个过程 铺陈 这个广告的铺陈 很阳光 很正面 没有负面的东西 对 在选举的时候 最容易看到负面 对 仇恨选举 拉仇恨局 对 这一阵子我们也看到 民进党也有做 真的是很多 大家各阵营都做 民进党也有做 国分党也有做 对 我也讲过 这个 金普通 也曾经传过几个 这个 他们的广告 对 我当然没有在节目里面处理 这个我有解释过 我认为说是没有必要 当然 他传给我看 大家觉得怎样就怎样 所以就回到这个广告 我刚刚讲了 主题明确 内容很阳光很正面 这就是个好广告 广告就是要传递讯息 对 他这个讯息很清楚地传递出来 是 然后他的内容 又让你很愿意接受 就是个好广告 我常常跟他讲 我很喜欢一个广告 保里大门 保里大门 福气啦 明天再来愧然 明天再来愧然 明天再愧然 保里大门 对 这个 这个从我小时候去有 这个广告 到现在 都没有变了 这个就是个很好的广告 对 保里大门就是让你要有力气 所以他就是找了几个很健壮的 很永健的人来做这些东西 对 对 然后还有一个广告 我也觉得做得很好 诗诗感冒 是 那个罗什么 罗诗风 对 对 这些广告都是成功的广告 好的广告 对 他用他一种方式 把他的这个讯息传达出来 表达出来 那这个在路上 同样的 是这么一个广告 是 是 那么我们就回到第二个观察的终结 它有没有影响力呢 有没有效果呢 当然有 所以他刚刚讲了 几天之内 三天就一千万观看率 这个观看数真的很厉害 光是这个你就知道它有效果 对 它是一个成功的广告 那么对这个选战有没有影响呢 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 对不对 这些竞选阵营的广告 都希望能够影响这个选战 所谓影响就是说希望能增加自己的爱 吸引更多人的 对 吸引自己的票 更多的票过来 嗯 因为选战到这个阶段 其实 各个阵营的基本盘都已经固定了 对 没错 那 要决定胜负的地方 就是还有一些中间选民 嗯嗯嗯 还有一些中间选民 可能还有一些没有决定的 你要抓这些东西 甚至于就是每个 每个阵营的基本盘 它还有边缘的一些 对 边缘的一些 潜绿啊 潜蓝啊 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挖得动 是是是 那有没有挖得动呢 数据我们没有看到 嗯嗯 但是我说有 为什么有 柯文哲很紧张 因为这部片子 才上一个小时 这个白银这边就黄国昌啊 开始就在打说这个观看书跟按赞书 基本上因为这些新闻都有 我们就不赘述 就说 才一个小时大家就在打这个东西 就表示大家真的很紧张 就是白银真的很紧张 他在意 才会打 才会攻 要把你这个credit 对 破坏掉 这个都是假的啦 大家不要相信 对 就是他有所感 因为 因为在这个几个阵营里面 对于这个网络 最有感觉 最有认识的是 是柯文哲 对不对 他靠这个起家 对 他空战是最厉害的 大数据啊什么东西 所以他很重视这个东西 那么 这个广告出来之后 有些影响或怎么样 他会感觉出来 对 所以他赶快要把它破坏掉 这就是我的观察点 我认为说 他对这个选战 是产生影响的 因为 柯文哲紧张了 对 国民党都没有表现什么东西 他们反应没有这么激烈啦 对 就是因为毕竟这个本命区 这个空战的部分 对民众党真的是本命区 所以他们比较就是很 很敏感 一抓就抓住了 然后赶快那个 就开始各个方式的反击 这样子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柯文哲的选票 其实跟民进党的重叠性是比较高的 嗯嗯嗯嗯 比较高的 对 国民党这个 跟民众党的这个 跟民进党的重叠性 还不是这么高 是 所以柯文哲很担心他的票会 对 这也是为什么 这个选战有很长一段时间 国民党是最近才开始打柯文哲 对 之前不敢打柯文哲 是 因为他是怕打了柯文哲之后 柯文哲的票 票不去 跑到这个民进党去 不会跑到国民党来 没错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点 为什么柯文哲这么紧张 国民党反而有点老神在在 嗯 因为 这个广告 会影响的 柯文哲的票 成分比较大 所以他紧张 这个 是我对于这个 广告的观察 对 事实上我个人觉得 就是 选举广告 真正有效的 真的还是这种 比较阳光的 比较正面意义的 会让人家打动人心的 你说 之前那些 当然我们也看过很多 什么打贪腐 打桃花 就是 拉仇恨子的 对 那段时间你一看到会觉得 对啦 就是蓝绿一样烂 对啦 民进党都怎样 国民党都贪污 但是这种东西就是 一下子 这个广告有一个缺点 因为 譬如说国民党 你刚刚讲的 国民党的这些广告都有 打这个 桃花 对 就是这种出轨啊 政治人物出轨啊 对 还有贪腐啊 你这样子打 受众 会觉得你 你就是 你本来就会打他嘛 对 对不对 是 是 因为你要想赢他嘛 赢他嘛 你本来就会打他 反而就是说这种 对于这个受众的这个影响 反而相对会减低 对 因为他认为你本来就会打好 对 你本来就会想要坏话 所以这很正常 那像这个 这个在路上 没有这样子打任何人 对 只是强调我们自己 要做一个传承 对 然后为什么要传承 很重要 因为 蔡英文做得好 不就是这样子吗 对 对 没错 这也是我在节目里面曾经讲过 嗯 国民党有的时候 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不要一昧地否定对方 对 没错 对 你可以肯定对方 民进党这方面做得还不错 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这个就是正面的 对 选举策略 对 我印象最深刻 第一支真的就是正面选举 然后打动人心的 就是2008年马英九选举 那个我准备好了 那一则广告真的是我有印象 就是有投票权以来看过 真的是第一次 第一支 让我真的觉得 怎么讲 内心会沸腾的广告 因为大家有机会 还是YouTube可以看得到 就是他就是 对 因为他是马英九嘛 就有那个马匹在那边奔跑 没有 我刚才在看你的 我觉得好 痊虚太绿了 哈哈哈 我刚才也才发现 我怎么这么绿 我讲的重点就在于 在台湾谈政治 或者是做政治评论 有一个很 让人家很厌恶的事情 就是往往用颜色 颜色来看 来批判 是是是是 像他刚才称赞的马英九几句 搞不好就有人会开始讲他字 可是我是 懒得 就是说我们持评来讲嘛 对不对 我真的觉得那一支的广告 真的非常好 那一支真的是让我沸腾到 哦 我要去投马英九 真的 因为真的啦 就是 2008年的 那个那一支 这确实是不错 而且 这个任何时间我都不在台湾 都不在台湾 我完全不知道 对对对 加上那个时候有阿扁的问题 那当然大家会觉得 民进党给他也是 怎么讲会有那种 怎么讲民进党也没有比较好啊 可是 你又看 加上马英九人设 他确实是 那个年代的清流 对不对 然后大家觉得对 对他准备好了 然后加上那些县市首长走出来 我准备好了 我准备好了 会让你觉得 我有希望 就是你要让民众觉得有希望 对 我们就是要这样子 好努力 就这样子 我就觉得那一支广告 真的是打动我 让我觉得 竞选广告可以有不一样的走法 不一样的拍法 对不对 那当然之后 有一些也是拍得不错的竞选广告 像吴念珍 也有帮蔡英文 那吴念珍的那个 他的特色就是他的声音 真的就是你一听就会很想哭 就很感动 不是 我说哭不是那种不好的哭 就是他会打动你的心弦 就是好像对 妈妈真的很辛苦 我们一定要爱妈妈 就是你会有这种反思 就是投射到你的情感 所以 所以那个时候的蔡英文的广告 因为有吴念珍的这个加持 当然也是让大家记忆最深刻 那接下来就是这一支在路上 我觉得他就是我觉得是目前为止 我个人评价第一名 就是因为他真的就是正面 然后传递讯息 我们就是交棒接 承接 加上真的 蔡英文的八年政绩 有目共睹吗 我们前面都有讲过很多 真的是把台湾又上了一个level 上到了国际舞台 你真的会想说 对我们好想再继续往前走 不要再去走回头路 就是这种正面的讯息很重要 对于这个广告 你还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点 是 这个广告被阅读了 越清了上千万词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广告被枯首的部分 对 被枯首的部分会产生很大的效果 很大的效果 对 二创三创民音图 梗图大爆发 对 我看到好几个 我举个例子 这个蔡英文跟这个 赖清德坐在前面 对对对 然后她护手一个 陈佩琪在后面 你们 要不要 意思就是说 要不要等我老公下来 我老公可不可以上车 对啊 那那个赖清德就是不用了 那蔡英文就说 反正她也不会开车 诸如此类的梗图出现非常非常多 对各种 非常非常多 那这个会产生很大的效果 对 你譬如说上次选举 有很多人被做了梗图之后 特别是像 韩国瑜 对 她做了很多事情 就大家爬树什么的 或者是跪着走路 就被她做了梗图 那个就是既定印象很 就是说 当你一个政治人物被大家 视为笑话的时候 人家就很难当真 是 对不对 那这次其实 这些 选民大众 用这个来做梗图 大部分都是针对 柯文哲的 对对对对 对不对 因为就是 这个真的也要 怎么讲 就是水能再周一能复周 因为柯文哲一直以来就是靠空站 他们有很多的这种网路上的这些 他们自己也做很多梗图去酸别人 所以当然有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 大家就用梗图来回敬 这就是 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种种 根据这个 在路上做出来的梗图 这样传越了这些次数 可能超过千万 有 我跟她讲 我自己的那个粉砖 我也有就是 出来之后有人分享二创的那个照片 那个梗图 我分享这个二创梗图 我只是分享不是我做的 我分享 竟然就已经 快要十万的那个触及率 就是这几天这样累积下来 包括分享的触及率 就是触及率大概差不多十万 那你加上分享的什么的 我想说 他的粉砖本来已经快敲垫子了 都没人了 就这样 人数真的 我都是靠肖美琴吃饭 真的 我发现我会靠肖美琴耐心得吃饭 就分享这些梗图 竟然就多了很多的 而且我这两天三天 竟然就多了大概200个这个追踪者 这个很夸张 我又等了 做了这么久的粉砖 才几个人订阅跟按赞 结果竟然这两三天就多了 大概200多人左右 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夸张 所以 一个好的广告 说真的不只是对于产品 那对于选举 对于候选人 都会有一些正面的效果 对啊 对啊 这次选举 这个广告很可能在最后这个阶段里面 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而且也许很可能就让民进党 穩住了 对 因为在此之前 我们就是根据这些民调 是 现在不能讲民调 现在不能讲民调 我们也不讲民调 说实在 收回 收回 就是根据各种状况 对 民进党 虽然是 賴清代虽然是领先 但还是不是很稳 对对对 但是这个广告 搞不好 可以产生定海神针的 对 互国神山的作用 多一票是一票 对不对 韩总说过嘛 对不对 也许就是票多的赢 票少的输 所以大家都在那个 这正是因为这个不是很稳 所谓不是很稳 就是相差很有限 相差很少 对 那么它这个影响 所以如果说就算是很小 可能都会有决定性的结果 我最近就是这两天 我发现一个 一个 一个现象 就是蓝跟白两个人之间 打得很勤 尤其是柯文哲这两天 对于侯友宜的攻击 力道很强 先是说他 为什么中国都支持你 你要不要说清楚 为什么台商都帮你募款 对不对 然后现在又说什么 赵绍康 因为赵绍康有出来讲说 我们选上了 我会邀柯文哲来 这个郭台铭 大家一起来组联合政府 柯文哲就说你谁 你哪位 你副总统你讲什么话 就说柯文哲对 口友宜的攻击性也蛮大的 他之前不是两边都还算比较平和 所以可见这个 气宝效应在蓝白之间 大家可能真的很害怕 搞不好是这个广告促成了气宝效应 对不对 柯文哲感到危机了 对不对 柯文哲感到危机了 先是想办法把这个广告的credit弄掉 但是他不可能弄掉 弄不掉 他赶快打国民党 因为他打国民党会有票 因为国民党有一些 年轻人啊什么的 不是年轻人 国民党一些老的支持者 会这样子会转文 而且因为之前有一些韩粉都已经变柯粉了嘛 搞不好那些比较游离的韩粉被这样一讲 也会回来支持柯文哲也不定 反正没什么脑袋 是这样子嘛 是这样没有错 所以真的是很有趣啦 看到越锦罗密鼓的阶段的时候 你就觉得 怎么最近都是蓝白两边在互打 这样子就觉得很有趣 好啦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各位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欢迎订阅频道 按赞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在影片上架第一时间获得通知 那喜欢这期节目记得按赞 也要回顾过去的影片 谢谢我们下次再会囉 拜拜